Minifone 明凡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推出了三款小主机的其中两款 一款是UM773 另外一款是NAD9 那么在前段时间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重磅产品 也就是他们家HX90G的升级款 HX99G 那这款重磅产品它究竟有哪些升级呢 咱们别走开 马上开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小主机的金水 打开包装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机器的本体 一条HDMI的短线 一个电源线 一个19V 13.8A的电源 最后是它的支架跟螺丝包 机器整体的外观跟上一代基本相同 外壳同样采用了碳纤维塑料材质 顶部跟两侧同样使用了散热的塑料 落空格杉 那底部呢有两条防滑条 整体的大小的长宽为20厘米 高7厘米 基本上呢在一升多一点的提及 机器正面的接口部分呢 有一个电源的开关 一个USB 3.2进1的C口 3.5的耳机口跟麦克风的接口各一个 一个USB 3.1进1的A口跟一个重置的按钮 那背面的接口呢就更加的丰富了 一个RJ45的2.5G的网口 一个USB 3.2进2的A口 两个USB 3.2进1的A口 两个HDMI的接口最高支持4K 60P的输出 那上一代呢两个DP的接口呢 这次升级成了两个USB 4的接口 最高呢可以提供8K 60帧的输出 最后呢还有一个DC的电源接口 硬件配置方面HX99G采用了AMD的锐龙6900HX 8核16线程空耗在45W 那这次他用的是RX6600M8G的读显 那频率呢是在2400MHz TDP空耗呢在100W 内存呢是两条8G的金石顿DDR54800MHz的内存 NVME呢是金石顿的512G的PCIe 4.0 网卡使用的是英特尔的i225V的有线网卡 和联发科的RZ680的WiFi 6E的无线网卡 拆开外壳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主板的背面呢 有两个最大支持2T的PCIe 4.0的2280的插槽 后面呢是两个单条最大支持32G的DDR5的内存插槽 最后面呢是一个M.2的2230的插槽 它是可以支持WiFi跟蓝牙模块的 另一面呢装有两个散热风扇 它可以同时对CPU跟GPU进行散热 即便是在高负载状态下运行 它的温度呢依然可以控制的非常之给力 由于之前拆液金呢翻车过一次 今天呢就不给大家继续往下拆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跑个分 看看它的表现究竟如何 本次跑分呢使用的是预装的系统 Windows 11 版本呢是22HR i的64单烤FPU半个小时 功耗呢最开始为84W 频率呢是4GHz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会降低到73W 频率呢在3.8GHz 整个过程中平均温度呢可以达到59度左右 双烤最高功耗在203W 频率呢是4.2GHz 之后呢可以保持在185W左右 频率呢在3.8GHz 全程的温度呢平均在67度 Dingbench 5 CPU测试 单核得分呢1624分 多核得分呢9799分 实测最高功耗99W 显卡测试分数为74017分 功耗呢最高为88W Thinkbench得分12769分 测试功耗呢最高在84W左右 PCMark10基本功能评分9853分 生产率评分9209分 测试功耗呢在90W左右 CPUZ单核性能得分673分 多核得分6343分 测试功耗呢在95W左右 其他测试算数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暂停查看一下 在这呢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念了 后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游戏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 大表格2 1080p最高画质 评分测试 平均帧率呢在58帧正常玩起来呢可以到60帧 那有时候呢会稍微更低一点 那功耗呢在180W左右 DPC5 1080p最高画质 游玩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可以达到60帧左右 那功耗呢是在140W 赛博朋克2077 1080p最高画质 在达到的画面呢 帧数也能到70多帧 那功耗呢在190W 在这呢其实还是让我非常震撼的 至于其他的常见的网游呢 它的表现呢也同样非常优秀 英雄联盟1080p最高画质 在兑现的时候呢平均帧数也可以达到180帧左右 功耗呢是在80W CSGO 1080p最高画质 游戏的时候呢平均帧率也能达到250帧左右 平均功耗在160W 原神1080p最高画质锁60帧 全程拉满不掉帧 那功耗呢在92W左右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中 无论是大型的3A游戏 还是电子竞技类的网游 它的性能呢都是可以发挥的非常非常之优秀的 好最后我们看一下它在OpenWrt下的表现究竟如何 我们将OpenWrt做成启动盘 之后呢在Type-C口外接一个网卡作为LAN口 我们使用小宝的固件版本是21.02.3 经过测试之后呢日常的待机呢 它的功耗可以在19W左右 AS评分672736分 超过了12900H 在小主级天梯排行榜位居第一名 XX20得分46402分 同样呢可以超过了12900H 在天梯排行榜排名第一名 Coremark得分413472分 稍微比12900H那么低一点点 天梯排行榜位居第二 最后总分榜1582610分 以1万多分的优势碾压12900稳居第一 那么在网络测速方面呢 不论是本地测速还是外网访问 那跑满千兆呢都是非常轻松的 那么网口传输方面呢 单线程和多线程均可以达到2.5G的传输标准 好总结这次HX99G那属于例行的升级 它不但更新了CPU 而且增加了USB4 那性能跟扩展性呢都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不管日常的办公还是游戏呢 都是可以轻松的拿捏 机器整体的大小呢不到1.5升 那立起来摆放呢也不会占用更多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散热表现呢是非常的不错 那整个的过程呢 风扇发出的声音呢非常非常之微弱 你要不仔细听的话呢几乎是听不到的 那我相信不少小伙伴呢 都是冲着它的游戏功能来的 那么这台小伙伴即便是玩3A游戏 1080P高画质 那几乎是丝毫没有压力的 那即便你是2K稍微建议的画质的话 也可以非常顺畅的有玩 不过呢这个机器并不是完美 它还是有些缺陷的 由于AMD本身呢并不能完美的安装黑苹果 那就算安装上了之后呢 你在使用Adobe全家桶的时候呢 也会体验会稍微差一些 所以呢其实我更期待它NAD9的独显的版本 那么将会是迷你小手机黑苹果的完美的解决方案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对HX99G的印象到底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好了到这里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小手机的时候呢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麻烦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